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那感谢神的带领 让小弟有机会来到关东桥 教会跟大家一起做道理的学习 那愿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 那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奥秘 也能够进入灵理的明白 那今天小弟用事实上是一个主题 是那个主题的核心就是圣灵 那小弟从上午会从圣灵的火水江河 然后到下午 如何从圣灵的火水江河 我们推动到福音的火水江河 这一块来做说明 所以我们这一书教会 是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 我们应该对圣灵 他的核心工作要相当的清楚 那到底圣灵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那我们会从圣经上来谈 第一个小弟会来从启示录那边来看 基督在灵之前的两件重要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这两件事情也是关乎圣灵 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运行跟动工的事情 那接着也会跟大家来看 今天传福音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它 那接着会告诉各位 圣灵对于个人的灵修 跟福音的工作的关系 那慢慢的让我们来理解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 如何将我们的食心变成肉心 那我们又如何去体会到 圣灵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内在生命的一个全员 是什么样的全员 我们到底有没有了解 好那这是小弟上午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接着我们从第一点来看 基督带领的两件事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 我们翻到的就一起念 十一章一到三节 第一节 有一根尾子是给我当作度量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 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我们先看到这边 基督在里为什么说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在谈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在讲灵修 为什么说是灵修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到了后面有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这个在殿中礼拜的人就是进入一种灵修 到底要灵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到神的殿中 这里的神的殿指的是什么 他是指的圣所跟至圣所 所以我们的灵修的状况 必须能够进到圣所跟至圣所 而不是在怎样 殿外的院子 在那边放来放去 那就可惜了 所以 这是第一件事 神要量一量的 所谓的有灵修的人 那另外呢 到了第二件事情 就是第三节 神说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 那两个人 事实上就是指的传福音的人 不要去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就是两个两个出去 事实上应该解释成 一批传福音的人 这一批传福音的人 会出去为主来传福音 那这个这两件事 既然在启示录那边提到了 可见他是神很看重的事情 那为什么说基督在灵的两件事呢 因为到了第十五节 你看 十一章的第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催号的时候 天上就有大声说 事上的果成了 我主和我基督的果 他要做王之道 永永远远 十五节 基督在灵 所以在十五节之前的 所谓的十一章的第一到三节 刚好神提到了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你要灵修 一个是你要去传福音 那什么叫做凉不凉 凉不凉 他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殿里的人要凉 在殿外的人不凉 这里的凉 就是指的是 有灵修的人 他配得将来 永生国度的奖赏的人 有造神旨意去做的人 神就会凉他 因为凉他的结果就是 有永生的奖赏 永生的奖赏 但是没有灵修的人在殿外呢 就不用凉了 为什么不用凉 因为要丢进火壶里面去 就不用凉了 所以这里说 外邦人呢 事实上 是指着信主的外邦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行为 因为没有灵修 造成他的行为 跟外邦人一样 那又是挂着信徒的名称 结果就到 就到殿外那边 那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末世的时候 神很看重的两件事情 第一 从启示录这边看到的是 要积极的灵修 积极的预备 这是末世灵修 一直在 末世的时代 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将来我们才有资格 进到天国 那 问题来了 后面 后面到了第三节 他说 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穿到1260天 那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很清楚 这是末世福音的工作 但是我们这一书教会 我们所体会到的 目前的话 在教会当中 得圣灵的大概 百分之八九十 左右 但是投入福音的工作的人 有没有到达百分之八九十 这个各位去衡量 所以我们面临到一个 福音上的一个困境 好像体会不到神 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来看 神知道我们会遇到困难 所以呢 他给我们一样宝贝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七到八节 第七节这样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日期 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第八节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这里谈得很清楚 那我们得到圣灵的人 应该要晓得一件事情 什么是 你要为主做见证 你要为主做见证 也就是传福音的事工 但是我们一般人对传福音的事工 总是觉得充满了很多压力 充满了很多难处 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不是得圣灵的很多吗 我们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吗 为什么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 好像没有办法体会到 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八节所说的呢 那我们也清楚 传福音是神 是耶稣在升天前交付给使徒 那我们不要以为 他交付给使徒 就是使徒的责任 这样的责任 一直被传承下来 传承到我们现今 真耶稣教会身上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 有部分的信徒 似乎把这样的使命 全部推给说 是宣道骨 或是 那个 传道 长子的责任 因为他们比较有灵修 他们可以去传福音 那这样就很可惜了 那另外我们也都很清楚 神会不会祝福传福音的人 绝对会 会祝福加倍 喜乐加倍 平安加倍给他 但是我们现今的感觉 好像没有体会到这个 那充满了这样的诸多的问题 这么样多的负面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 一章八节所说的这句话 得着能力 原因出现在 我们对圣灵充满 没有实质的去体会或了解 重点在这里 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真正 做体会到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所以今天我们要 早上我们就要慢慢的来了解 圣灵充满对于我们个人 有多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那从这边来看 我们也用到 那个这两段经文 来看一件事情 事实上这两段经文呢 第八节是讲传福音没有错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 这两节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什么关键 灵修跟福音的工作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而且这个 他的灵修跟福音的工作 背后的核心 就是圣灵充满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关键性 那我们来看第七节跟第八节 这两个 这两节刚好提到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叫做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的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这是第七节 另外第八节就是你们应该要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七 第八节第一个字用但 但这个字就是相对于第七节 第七节他说 那个日期那个时候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第八节所讲的这件事情 你们一定要知道 好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知道跟不知道 这两个面向来看 那到底要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我们往往都锁定在第八节 我们知道圣灵会临到我们身上 OK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第七节讲的 不知道 难道我们就可以进入 不明不要明白吗 这个我们是要 清楚去厘清了一点 我们忽略了第七节 因为我们认为 那个日期我不知道 所以呢 好那就继续的不知道下去 继续的不知道 就是继续的不明白 所以谈到这里 我们要很清楚的 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那个日子 那个日期的原因是什么 神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 要去明白这件事 谈到这里 有可能会有人会问 圣灵不是参透万事吗 连神怎样 深奥的事都参透了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有人就拿这段经文 二章的第十节就这样问 所以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身后的事也都参透了 我今天有圣灵了 那有圣灵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 神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 他将来的日子 那个日期是指什么 基督在里的日子 末世审判的日子 神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不是圣灵参透万事吗 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一节 顺便的来厘清一个观念 这里所谓的圣灵参透万事 他指的参透万事 所带出的意义是 对我们信徒在灵修上 产生造就的一个 看穿万事的一个能力 不是告诉你预测未来怎么样 未来会有世界末日 神的审判 这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 只是哪一天 这个你不是神要告诉你的 那但是我们却要清楚 明白一件事情 这一天我虽然不知道 但我要明白 到底明白什么 这个就是圣灵要让我们 参透万事的含义 他要让我们参透什么事 我们来看看 我不知道 但我却要明白 但是要明白什么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 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对于我们不知道的是 但你们却要明白 十五章我们直接一起来念 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十三节 二十五章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那日子那时辰 我们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当要警醒 讲得很清楚 你要警醒 所以神不让我们知道 那一件事情 是干什么 不是没有用意的 不是说好 那你们不知道 就继续不知道下去 继续的不明白下去 不是的 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 明白说 那个日子 你们不知道 但是神的用意 就是要让你明白 你要积极的做灵修 做预备 不然呢 你会落入什么 落入像刚好这边 叫做十个童女 我问各位 十个童女 哪一个没有圣灵 这十个里面 哪一个没有圣灵 每一个都有啊 差别在哪里 有没有预备 有对不对 预备有 我们对预备有 什么解释 追求圣灵的充满 所以不是你有圣灵就好了 你要去灵修 追求圣灵的充满 所以这个 这个是 你要知道的 你要 虽然 那个日期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我们今天 有没有靠圣灵 引导我们读经 来明白这件事情呢 所以你要注意看哦 为什么 你再往上一节看 十二节 十二节的回答更有趣了 耶稣怎么回答他 他却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 我不认识你们 这个不认识你们是指谁 另外五个余佐的 五个余佐的是什么 没有预备有 结果呢 没有预备有 请问各位 这个十个都称为童女 哪一个不是耶稣的 不是受过合法的大水洗 全部都是 哪一个没有圣灵 全部都有圣灵 只差一再 没有追求圣灵充满 但是为什么 十二节说 我不认识你们 我都受大水洗了 为什么耶稣不认识我 为什么讲的这样子 我用一个比喻 来说明 如果你今天得了圣灵之后 这个我常跟小朋友讲的 你今天得了圣灵之后 求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得到了 你会不会 像小朋友 一样啊 跟爸爸妈妈 要一个什么玩具 好不容易拿到玩具了 他会怎么样 小朋友说 爱不释手 那请问各位 我跟天父真神 好不容易求到圣灵的 我们有没有爱不释手 有没有挥动我们祷告的手 神给我们一个宝贝 圣灵 我们有没有 常常借着圣灵的祷告 去见天父 这是直达天上的 去见天父 我们有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 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啊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都没有来找我啊 就像我 我说我跟你很好 好朋友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见过面 那我现在是跟你见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人好陌生 你还会说好朋友吗 不会嘛 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 你们要警醒哦 你们要预备 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警醒 特别是在 那个 这个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边 他的警醒是什么 警醒做什么事情 警醒来追求圣灵充满 是追求圣灵充满 他锁定这件事情 警醒追求圣灵充满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 去追求圣灵充满 事实上我们就 不能说我们有警醒了 所以追求圣灵充满 是一种灵修的功夫 所以聪明跟余卓 不是脑袋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 这件书教会的信徒 有圣灵的宝贝在我们里头 我们应该是追求圣灵充满 透过不断的灵修 好 接着 警醒谈到这边 我们再来思考几个问题 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个日子 你也不要去听人家说 几月几号 那个都不准 那个都不对 但是神一定会再来 这是确定的 只要我们有警醒预备 这个都OK 好 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 请问灵恩布道会的日子 各位知不知道 几月几号知不知道 那个日子是知道的 既然知道 我们要怎么办 要不要预备 要不要积极祷告 小弟在小时候的年纪 我进会堂 怎么大家都在祷告 那个时间点 全部都是灵恩布道会 前一个月 前一个月 他们就一直 在做一件事情祷告 所以早期的这些书教会 是这样美丽的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今天教会要兴旺 不要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 必胜的武器 圣灵充满 我们把它忘记忽略了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今天 那个日子 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 但灵恩布道会 几月几号 我们清楚 我们就应该积极预备 如果连清楚的日子 你知道的日子 都懒散了 那么你会有办法 去保证说 将来在那个 不知道神何日 在 在你的那个日子 我们会站立的住吗 所以态度 从这边来开始看 聪明于左 从这个时候开始看 我们有积极预备 你就是属于聪明的 有积极预备 看中神所设定的 灵恩布道会 你就是聪明的 好 那这个是从我们 所谓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个日子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却要明白 来看 那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第一章的 第七节 第七节是大家 不会去忽略到的 那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的工作 好 使徒行传 的第一章的 第八节这里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那 你去看以赛亚书 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这句话八节 你去对应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 你们应该要知道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 四十三章第十九节 这件事情是我们应当要知道了 十九节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 看来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们先看到这里好了 有一件事情你们会知道的 在旧约就预言了 这件新事不是别的 就是圣灵临到你身上 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解释呢 因为后面他说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必在沙漠开江河 这个旷野跟沙漠 不是指外在环境 如果是指外在环境 科技的能力就可以达到了 不需要神 但是这里旷野跟沙漠 指的是什么 人的内心 你的内心的状态 你失去方向的时候 圣灵临到为你开道路 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如同在沙漠之地 你需要资源帮助的时候 神为你开江河 这个是神成我们 我们内心的能力跟恩典的泉源 这件事情都是谁来做 圣灵来做 称为新事 所以你们岂不知道吗 也就是说 你们一定会知道的 圣灵临到你身上 你怎么会不知道 好了 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回去看到 使徒行算第一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告诉我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必得着能力 必得着能力 请问 你们有体会到 圣灵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有得着能力吗 这些是教会的信徒 应该在这件事情上 有明确的体验才对 如果你没有体验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们一定会产生疑惑 如果一旦有疑惑 你又不追求明白 你继续糊涂下去 你会离开教会 离开神 那很可惜 我们要体会的就是这样子 能力 当你有圣灵的时候 神的能力临在你身上 你必然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能力 后面讲到的 那一个能力呢 会让你清楚的明白 你要为主做见证 所以圣灵的人力在你身上 我们到底清不清楚 这是我们要去体会的 所以小弟常常讲 千万不要把圣灵当作一种声音 圣灵 是一种生命力 在我们身上展现生命 你把它当作声音了 什么叫当作声音 我讲灵言 我就是圣灵充满 你把它当声音了 那很可惜 你有没有去追求 圣灵充满的生活 你有没有去追求 圣灵充满的能力的一个展现 就在你身上 就在你走进旷野的道路 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你体会神的能力在你身上 当你进入到沙漠之地的时候 你发现说 我缺乏了很多的 需要帮助的东西 但是圣灵临到你身上 谁是你的帮助 谁是你的资源 不是别人 神是你的帮助 所以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如果害怕的话 事实上就是我们对圣灵不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 到了第八节的时候 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知道的有两件 第一个 神的圣灵的能力临到你身上 这是你应该知道的 你要去体会到的 到甚至在那个 以赛亚书43章也告诉我们 是你们要知道的 你们要去体会的 体会的后面的话就是 沙漠地旷野路的那一段 这是你们要去体会的 所以不要遇到沙漠地旷野路的时候 就开始紧张了 说实在的 有些时候 这个沙漠地旷野路是神带领的 神为什么带你到旷野路 是要让你体会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惊慌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他会成为你心里的力量 这是我们体会的机会 所以我们 看这一书教会 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 小弟在看 叫做受苦的教会 苦难的教会 你去看 但是苦难当中不断有见证 不断有神的恩典的涌出 我们都好羡慕那些人 但是我们 身陷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却产生了困惑 因为我们在祷告的世上 追求圣灵充满的世上 缺乏了 忽略了 早期的信徒遇到苦难 他是用膝盖走出来 走出一条路了 他是用膝盖来体会说 什么叫做 沙漠开江河 所以我们要知道 接着你有这样的见证出来之后 得到圣灵之后 你才会去传福音 所以后面才会跟你说 传福音直到地极 什么叫直到地极 我的解释 不是说你要跑遍全世界 不用那么来看 我们用生命来看 生命的长度 用尽你的一生 为主来做工 就是直到地极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所在的地方 你能够用尽你一生的路程 去奔跑这个天国路 就是直到地极 所以我们有没有进到 最后到这个立志 直到地极的立志 我们愿不愿意 用尽一生的力量 去为主传福音 来显明这个救恩的能力 这边 好 谈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所谓的 那日子不知道 但我们却要明白 明白要做好灵修 并且对于知道的事情 我们要怎样 努力追求 努力的去怎样 去看重 圣灵临到我们身上 不是白临到了 你不是让它晾在那边 它会在我们内在 更新变化 并且让你知道 有一份能力展现出来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 好 小弟提出三点 上午提出三点 第一个 除掉食心 是给我们肉心 这是内在的 第二个 当食心变肉心的时候 在肉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体会 圣灵是我们的泉源 生命的泉源 那是什么样的泉源 等一下小弟会解释 到了第三点 我们这样的一个泉源 慢慢的形成江河 流出火水江河 来传扬神的福音 好 那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圣灵对我们信徒内在的 一个造就 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也许我们会认为 传福音的事工压力很大 然后呢 然后有很多地方 真的我们跨不出去 我们会被这些问题困住 我们觉得福音很为难 没有什么动力去做 那针对这个问题 神正在为我们解决 但是你要去配合神啊 好我们来看神怎么解决 神知道 神你这些问题 事实上神都知道 所以神透过以西节书 我们来看一下 旧约圣经以西节书 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三十六节 他说 不好意思 二十六节 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二七节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点章 我们先看到这边 这里他说 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心心 那这个心心怎么来的 你当你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成为新造的人 你就有心心了 你就有新人的身份 成圣的 我们说成圣的身份 那我们的思想观念 也会逐渐的被改变跟调整 后来在后面他又讲到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心灵是指的 神所要做的那一件心事 什么心事 将圣灵放在你们心里面 这个圣灵是应许的圣灵 神将应许的圣灵 要赏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向他迫切祈求 还没得到圣灵的人 你会得到圣灵 只要你迫切祈求 那已经得到圣灵的人呢 你要进入追求圣灵的充满 成为那聪明的童女 而不是余佐的童女 余佐的童女就是 我有圣灵就好了 我一定进天国 但是耶稣讲 那个十童女是耶稣讲的比喻 所以各位要去衡阳看看 那接着呢 以西节书 在二十六节后面又讲到 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给你们肉心 食心 什么是食心 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问题 你认为传福音有很多困难 传福音有很多障碍 我口才不好 我怎么什么不好 结果这些问题他说 他 我们不愿意的 不顺服的 甚至我们个人主观的 认知的 这个认为这个不可能 那个不可能 这个都是食心 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 生命当中的杂质给去掉 生命中的杂质给去掉 移除掉 这要靠圣灵的力量 因为圣灵叫做焚烧的灵 将我们生命当中 所有的杂质 藉由我们不断的追求 圣灵充满 圣灵如火眺望 把这些生命的杂质给除掉 那变成肉心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不再看那个外在的困难 你会看见神的旨意 就像保罗一样 保罗只看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如何 他就往那边走 他不会看见环境的困难 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是环境的困难 不要认为说我们 我们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没有办法照着做 小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神的旨意如果清楚告诉你们 你们愿意做吗 去想想看 清楚告诉你 这条路你要走 你愿意做吗 所以不要去认为说 我不清楚神的旨意 所以我没办法做出来 神的旨意一旦让你清楚 你做得出来吗 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一个差距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 圣灵可以让我们 帮助我们这一段的差距 让我们这个差距越说越短 然后有足够的力量 来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第一个 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除掉生命的杂质 把死心变弱心 让我们有顺服真理的心 也愿意承接使命的一个心智 如果说我们觉得 传福音很多的困难 很为难 没有什么动力去做 首先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别的 就是跪下去祷告 求圣灵充满 不用求太多 你只要求圣灵充满就好了 那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会改变 我们的想法会改变 你会清楚 神要带你往哪个方向 那所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 传福音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第一个神迹不是别的 第一个神迹是改变自己 怎么改变自己 祷告来改变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圣灵要 透过圣灵要除掉我们 心中的那些石头 那第一个案例你可以去看 看什么 约拿书 约拿 约拿先知各位都很熟 请问各位 他愿不愿意 神跟他讲 你去传福音 给尼尼卫城传福音 那尼尼卫城是亚述帝国 也就是 以色列人的那个仇敌 那约拿一开始 你叫我传谁都可以 你叫我去传给敌人 我恨不得这个敌人 就被神里灭掉最好 他不愿意去 他是先知 他知道神的旨意 他清楚 但是他有愿意去吗 没有 他不愿意去 甚至他也知道 知道那个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 事实上他很清楚 只要他跪下去祷告 风浪就止息 你去看经文就知道 他一定清楚 所以他说 你把我丢下去 我就是死都 他是向神表明 我死都不愿意去传 看你怎么样 看神你想 想怎么样 所以他是用这种 这么刚硬的实心 我不传福音 我死都不去传给我的仇敌 他是用这样的心态 所以最后你会看到 你去看那个 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 就会圣经的第一章 十七节那边 然后呢 到第二章 跨到第二章的时候 跨到第二章的时候 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所以我们在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约拿在余父中 进行了一个动作 祷告 在那个时候 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所以 他在约拿书的第一章十七节 他讲说 神安排了一条大雨 吞了约拿 让他在余父中 三天三夜 他被困了 我还是蛮佩服约拿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的心醒悟起来 他愿意向神祷告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把我们包围的时候 你的动作是什么 我们很多 在那个时候 你是不断的埋怨神 怀疑神 还是 你愿意跪下去祷告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约拿做了一个动作 祷告 因为祷告 神 再次的用圣灵 将他的实心 变成弱心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内心当中 确实有一些 很刚硬的地方 神啊 我委屈这么大 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 我的委屈这么大 你为什么不替我伸冤 我的苦难那么重 你为什么不帮我挑去 但是在我们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愿意 先把我们内心的实心给 化掉 变成肉心 我们要跪下去 祷告 所以有些时候 真的 不要小看约拿 约拿不愧是神的先知 他的动作是对的 所以他产生了改变 他产生了改变 所以后来呢 约拿因为这样子 他经历了第一项生机 他的实心变肉心 他去传福音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样 困境的时候 被困境包围的时候 我们走不出去的时候 没关系 你靠着祷告 你可以突破这个黑暗 突破这个困境 你最后会传福音 传出去 所以 不要小看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 一样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一开始是怎样 保罗一开始是 抓信耶稣的人下监牢 但是后面呢 他也一样祷告三天 直到亚拉尼亚帮他 按手祷告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心是完全改变了 所以第一点我们在谈的是 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将实心变肉心 有约拿的见证 有保罗的见证 接着有这些见证人之后 我们要看 那我得到圣灵了 我实心变肉心 我愿意为主付出的时候 那我们遇到一个瓶颈 怎么样的瓶颈 我现在愿意为神传福音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也就是说 我到底要 我到底要说什么 这是内容的问题 或是我要怎么说 这是表达的问题 我们往往会陷在这边 事实上会产生这个困惑 这个问题呢 那事实上是表象 为什么这样说 真正的核心问题 是在背后 背后什么 不是你的内容 不是你要 你要说什么内容 也不是说你不会表达 而是最主要的问题是 不是口才 不是口才 也不是口才不好 不是这个东西 最主要是我们在 属灵上的体会 没有到达丰盛 如果我们在属灵上的体会 有到达丰盛的阶段 会感受出神 诸般的恩典在你身上 你就有办法说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证 请问在座各位的见证 那 有停滞吗 回想一生 我的见证好像20年前 那现今呢 照理讲 我们的见证要不断 你必须很仔细的去看 观察你生活当中 神与你同在的足迹 你这个都看不到了 你说你会为神做什么见证 你都 这个都忽略掉了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我们必须要 进入灵修 追求圣灵充满 去观察神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神与我们同行的足迹 所以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从 去了解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 到底是什么样的泉源呢 我们来看 一样以赛亚书43章 这一段经文 他也解释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 43章的19节 后半段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必在沙漠开江河 旷野 我们迷失了方向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那 这个时候呢 需要 圣灵 成为我们一个指路标 那所以说 他说我在旷野开道路 如果我们的生活一直 现在旷野的迷失当中 努力去找 要去找出方向 但是 我又找不到 不断的在旷野上漂流 当然你体会不到 这个信仰带给你的喜乐 也感受不到 这个信仰带给你的恩典跟力量 那一样 我们的生活 如果一直处在沙漠之地 困难重重 然后呢 处处缺乏 你找不到 也没有人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不断的经历 这些缺乏的时候 真的 我们 只会体会到什么 不断的忙碌 跟不断的不安 你不会体会到神的恩典的 所以我们体会不出 不出这个神恩典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 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 你们一定要体会得到 开道路 开江河 他是应许说 要给你们体会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啊 没有体会 我们体会不到啊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十九节前半段 那一个心事 这个两个字 就是圣灵 你要靠圣灵才能解决 你靠圣灵才能看到 靠圣灵你才能够 转化你的那个 那个人的一个固有的想法 所以这里是神要让 神真的要 当你遇到那个旷野路的时候 他会给你开道路 但是我们看不到 开江河我们也看不到 没有圣灵的引导 没有圣灵的一个 一个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 很缺乏的事 所以我们当我们靠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体会到 体会到什么呢 体会到 神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 是喜乐 因为你在沙漠 沙漠地开江河 你喜不喜乐 喜乐啊 你在迷失方向 旷野路开道路 你有方向 你喜不喜乐 当然是喜乐啊 所以神是预定 要在我们这边 做好这件事情 但是你的动作错了 你就体会不到 如果约拿不祷告 我告诉你 他也体会不到 他就真的死了 他就真的死了 所以你要让大鱼开口 让黑暗撤去 你必须祷告 神说心事 这些心事已经在你们身上了 你们应该要知道 你也应该要知道 你们要做什么事啊 不要说我应该知道什么 不知道该做什么事 连祷告都不知道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后面你再往下看 他说后面的第21节 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好了 第21节稍微花一些时间解释一下 有人读到这一段经文 认为说神也蛮自私的 你看 为我自己啊 真的有人这样问 神你是为你自己啊 我告诉各位 这里经文讲的 他说为我自己所造的是什么意思 神将他一切的 内在的美德 仁义圣洁 造在我们身上 你知道神创造世界的含义吗 他不是故意说 造你出来这样子 来受苦 不是 他是造你出来 要让你得到尊贵荣耀 这是希伯来书讲的 得到尊贵荣耀 这是神的用意 所以神 神给我们这些 前面的旷野路撒末地 他是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 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啊 就是 我们常常讲要与神同行 对不对 是吧 与神同行 那我问各位 神到底走什么路 圣经当中神告诉我们 他清楚讲道 他说他的路 我不翻别的就在这边 他的路叫做旷野 他的路叫做沙漠地 但是神走的这条路 是这样的路 你不要怕 他说你跟着我 我帮你开道路 你跟着我同行 我帮你开江河 这是我们信徒最美丽的时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喜乐的泉源 你要必须要在 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 体会这一份喜乐 不是说很苦 那就可惜了 所以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 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的 四十一节 我们该来看这一段经文 他讲得更清楚 这个喜乐的泉源 在我们里头 第四章 到了第四章 第四章的 第十四节 十四节 他这样说 人若喝我所试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要在 我所试的水 要在他里头 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泉源呢 是一个喜乐的泉源 恩典能力的泉源 也是祝福的泉源 跟生命力的泉源 为什么这样说 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里面 他有提到 很清楚的这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 四十四章的第 第三节 第三节 他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请问 当你口渴喝到水的时候 喜不喜乐 所以喜乐啊 所以这个水是圣灵 圣灵 圣灵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喜乐 江河浇灌干旱之地 干旱之地有没有生命力 所有的植物都死掉了 没有生命力的 会枯萎 是一个绝境 是一个困境 但是他说 我要江河浇灌干旱之地 代表的这个全员是一个神 恩典能力的全员 也是生命力的全员 本来是快枯萎了 绝境了 但是他给你有生命力 让你可以在干旱之地 能够怎样度得过 我要将我的灵 交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 交灌你的 你的子孙 这里呢 将我的灵 跟我的福 做连接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原来圣灵 作用在我们心中 就是要成为 就是让神 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 除了是力量之外 也是恩典跟祝福的全员 所以 耶稣所赐的水 要在我们里头 成为全员 我们有没有体会到 这份能力 这份能力 传福音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一旦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生命当中 你必然有一份 这样的喜乐的全员 能力的全员 生命 还有充满生命力的全员 也是神恩典 祝福的全员 我们有没有体会得到 所以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 透过灵修 透过追求圣灵充满 来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在 罗马书15章 他这样说 我们来看罗马书15章 15章的第13节 神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 神要赐给我们的 就是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你有盼望 在干旱之地 让你有盼望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信 来领受神所赐的 这样诸般的喜乐 那这样的诸般的喜乐 跟平安 有一个证据 确切的证据 什么 圣灵 后面讲到的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不只是盼望 还是一个证据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圣灵是一个证据 什么证据 神与你同在的证据 也是什么证据 得胜的证据 所以当我们说 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的时候 不要忘记两件事情 第一个 它是 特别重要就是得胜的凭据 因为 为什么要得胜 得胜的背后代表什么 你要得胜 前面一定有什么 关卡 所以看到关卡不要紧张 显出你得胜的证据出来 你得胜的证据出来 你就是进到怎样 可以进到天国 得 得俗的凭据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 不要把最后 跳掉中间的过程 只是讲最后的一个结论 那就可惜了 所以基督在灵的两件事情 也是圣灵在做的两件核心工作 什么工作 第一个 你要灵修 有灵修的人才配得被量 神会量神殿里面的人 第二个就是要传福音 那我们也透过 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 清楚的看到 虽然那日子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却要明白 我们要做什么 灵修 追求圣灵充满 然后第八节 传福音 这是我们要去做明白的一件事情 去追求的事情 所以我们谨记 使徒行传第一章 以及启示录 十一章 这两章做对应 你会很清楚 也会很明白 那也知道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就是将我们实心变弱心 那一旦让我们实心变弱心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主付出的时候 喜乐的泉源不断的涌出 平安能力的泉源不断的涌出 我们一起唱 我们一起唱 感谢观看